HELLO 大家好,歡迎來到J Channel,我是竹子 該次影片稍微補充一下有關昨日有跟大家提及到火箭隊功能故障的一些修復的補償還有進階的一些資訊 好了,那廢話不多說,馬上來看看目前的一些補充的文章 那其中包括我們昨天影片裡面有提及到的就是暗影的這個閃電鳥呢,將會在6月1日的時候開始回歸 然後呢,會截至6月17日為止離開 那這方面的補充我們昨天影片有稍微跟大家提及 另外一點訓練師們需要知道的也就是我們該次影片要補充給大家的就是呢 補償其中還包括了目前有這一個免費的禮盒包在商店裡面等待訓練師們去領取 那目前禮包的內容得知其中包括30顆寶貝球 還有就是一個比較重要的火箭隊雷達 那過後,重點在於這個免費的禮盒包呢,那可以領取的時間將會截至4月29日的晚上7點為止 所以訓練師們在近期裡面有時間記得上去遊戲,然後領取一下免費的禮盒包 還有資訊補充就是其中包括呢,目前這一個訓練師們或玩家們的回饋資訊收穫到呢 那目前火箭隊氣球也是重新回歸在遊戲中了 所以大家不需要擔心是一個火箭隊的一個功能以及玩法是否真的就是已經修復了 另外一點就是有關雖然火箭隊功能以及玩法目前已經修復還有回復正常 而在目前購遊戲中正在進行的這個地球的活動軸也在持續的開放著 所以大家有時間的話呢,就封缺一點時間去參與這個活動吧 那運氣夠好還可以入手到全新的閃光版本《婆婆帶》 好啦,那以上就是有關目前購遊戲中呢 火箭隊功能或是玩法正式修復的一些補償的補充資訊 那希望該方面的資訊可以有效幫助到大家 影片先差不多,影片之後我跟大家說一下 影片做言論呢,僅夠參考並不能做一個標準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影片,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然後按讚、分享還有打開小鈴鐺 有什麼話小鈴鐺可以在下方留言 那我們就下次見囉,掰掰 掰掰 我會殺你 我會殺你